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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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車水馬龍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行男行語龍 看我今天穿的一身的反光背心 我不是要去當 易交指揮交通 我是要來做一個安全觀念的宣導 就是我現在模擬我的車在和平公園 假設我們發生 車況故障 或是在高速公路爆胎等等的狀況 相信大家 行車或自己一定都有遇過 我們要宣導的就是 其實常常在電視新聞上看到一些很遺憾的事 就是當你的車發生故障的時候 因為沒有做出比較安全的一些標示 提醒後面的車而發生追撞 甚至造成我們警察同仁的身亡 我覺得真的非常厲害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宣導幾個 重要的安全觀念 好啦 其實當我們車發生故障的時候 第一個一定會先想到 把這個車上的雙黃燈把它打開 警示來車 再來到你的行李箱 把這個原廠其實都有標配這種三角的警示架 簡單來跟大家介紹 如果你在一般的道路市區來說 假設你是車出40公里以下的路段 那法規是規定 至少要在5到30公尺 放置這樣的一個警告標誌 那如果在40公里以上的路段 那就當然是要更遠 是30到100公尺 那今天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發生故障的狀況的話 當然我建議啊 如果你車可以移動滑行的話 盡量都往路邊靠 再來打開警示燈 然後拿出這個 那距離呢 那建議是在50到100公尺 那如果今天你的車比較麻煩 是卡在不是在最外線 或是已經沒有動力狀態 不能再滑到路線情況 那你就要記得 一定要讓你的高速公路在100公尺以外 因為高速公路內線的車速 沒有100公尺以外 我覺得這個煞停的距離 都可能是非常危險的 當你發生了事故以後 你要去駕這個三角駕的時候 其實也有一些注意的事項 假設我現在是我要駕的地點 已經是在30公尺以外 大家記得把這個反光面 朝著你來車的方向 不要傻傻的 就把它還沒組合 就這樣拿過去 其實在你過去駕設這段路程中 也是有一定的危險性 那現在我們拿的這個是 汽車板或賣的 它是有這種LED的燈 那你一般車上 其實它的反光板 是會反光 所以建議大家 你在走過去的時候 一定要朝著來車的方向 做一個基本的提示 那到了定位點以後呢 法令也有規定 並不是你隨便放就可以 像這一個產品 它下面就有一個活動的支撐架 那你要把它角度確定 設定好 一定要牢靠 為什麼要牢靠 因為你可以試想 高速公路如果有連結車 遊覽車過去 那個風壓是非常大 如果你沒固定好 可能車一過去 它就倒掉了 那除了三角告示牌 基本的車用配備之外 還有我剛剛講的這個背心 這個雖然國內的新車 沒有強制要求 但我記得我試過一些外匯車 甚至一些歐洲車 它原廠在後車廂 你就會發現 它有這樣的一個警示背心 就是因為當地可能有些國家 大家有要求 你只要車故障 你的車主下來 處理事故的時候 就一定要穿背心 那除了這幾樣之外呢 這邊還有一件背心 簡單來說 它是給車穿的 那當然今天我的車 是屬於這種比較大型的 這個size 比較不適合 那它其實對於一般的四門房車 或是先輩小車 車尾的時候 它可以把它綁在寶桿上 或是在後尾箱門上 讓這個後車除了警示架之後 有一個更大的一個遠距離的 反光的警示作用 再來我覺得大概夜晚 像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有燈光的話 對於車輛的警示 效果一定是會比較明顯的 你如果在路邊 你還有一些指引交通的時候 這時候還有一些 基本的LED的手電筒 那它在手電筒其實也滿多功能 像這個上面 有這個利刃的部位 它是讓你如果真的發生事故 被安全帶勒住的時候 這個也可以放回車內 去割安全帶 以及這個呢 保護套拿下來的話 就是屬於窗戶的急迫器 那除了手電筒之外呢 那在日本呢 我們從這個黃茂汽車百貨 也接到一個日本當地推出的 除了畫面上可以看出來 它的警示效果 可以多達三四百公尺以外的效果之外 它底部也是屬於磁鐵 它可以直接把它吸在車頂 讓後車有很好的辨識效果 除此之外 我們也要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你今天真的在高速公路上 發生了這些故障的狀況 記得把這些警示物燈都確定位置 之後呢 一定要讓你的人身站到護欄之外 千萬不要站在車子附近 這樣如果真的發生追撞的時候 才不會這麼直接的影響到人身的安全 以上這幾樣行車安全小物 再次提醒大家 一定要確定車上有基本的配備之外 也建議大家可以去添購一些放在車上 確保當你車發生故障的時候 有一個更好的安全防護 好 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此結束囉 別忘了持續關注鎖定我們的 車水馬龍網頻道 以及我心安幸運龍的粉專 掰掰